我们来看看小S的老公徐亚军 他所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 继香精欺诈案之后呢 有深陷内线交易操控股价的丑闻 不是为人耸听啊 据说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小S的老公要面对的恐怕是牢狱之灾了 在这里呢 我要跟所有的大伙 支撑我最深的情谊 今年8月 小S和丈夫徐亚军 共同投资代言的 标榜纯天然制作的胖达人面包店 被查出了使用过量香精 因此小S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小S在台北就公开做出了道歉 在香精事件爆出一个多月后 我们新娱乐在线 驻台北记者在走访胖达人各门店 发现门口统统张贴了退款和赔偿的公告 从店内的顾客来看 似乎胖达人的生意并未因为香精过量 受到太大的影响 虽然生意依旧 但更大的麻烦降临了 继小S声称丈夫徐亚军 仅仅是个不管事的股东身份 力图撇清利害关系后 胖达人技术总监吴仁渊 近日则表示他店内面包 从来都不是天然素材制作 是徐亚军等人 成为股东后才到处宣传天然概念 这才引爆了香精诈变案 而香精欺诈案 似乎只是小S一家风波的序幕 10月2日台湾地区检察署 生产了小S与丈夫徐亚军居住的地保豪宅 并且约谈了小S丈夫徐亚军 公公徐庆祥 以及胖达人董事长徐寻平等人 因为他们涉嫌借天然酱母面包 炒作胖达人母公司基因国际 股价一路从58新台币飙升至212新台币 股价获利上亿后 这些人通过内线交易 大量出托持股 从中获利上千万 在我背后这栋就是台北市调查处 而小S老公徐亚军 仍正在里面接受征讯 原因就在于胖达人爆发人工相经之前 胖达人背后母公司股价 曾一路从高点往下掉 不少人质疑是包括徐亚军 在那大股东 涉嫌内线交易 经过一整个下午的约谈 晚上七点半左右 小S老公徐亚军和公公徐庆祥 被移送至台北地检署复训 抵达北检时 出现在镜头中的徐亚军 神情低落 一语不发 经过12个小时的复训后 胖达人董事长徐群平已经认罪 并愿意交出3000万新台币的获利款项 希望换取渐行 虽然目前的人证和物证 对许氏父子非常不利 但徐亚军和许庆祥两人 却彼此不认罪 复训徐亚军和许庆祥 分别以新台币200万和300万交保 并遭限制出境 而涉嫌炒股若属时 徐亚军或被处以7年以上的有期出行 自从徐亚军交保后 他和小S的住所前 每天都有很多媒体守候 就是希望能捕捉到小S或者徐亚军的身影 但两人似乎瞬间隐身 而这一系列负面消息的曝光 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小S的演绎工作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称 由于小S对胖达人的不实代言 他极有可能成为检方下一波约谈的对象 他原定于15日出席的代言活动 目前也已经宣布临时取消 看来当初在胖达人详经诈骗案下 已经焦头烂额的小S 如今已经没有勇气再面对大众了 前一阵的时间有没有影响 谢谢 下一期 不好意思 对 您说一下吗 如果问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必须是加解释的活动 加解释相关的活动问题才回答 对 但是在上海有门店的也好想 不好意思 今天不回答这个相关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接受访问 就在小S一家深陷各种丑闻风波的时候 小S的姐姐大S 主动向台湾地区媒体发送175次的短信 为许氏父子喊冤 家父过世后 许八世我们姐妹如己初非常关心我们 我们很感谢她 希望媒体朋友高抬贵手 别让舆论冤枉了好人 感恩 令人惊讶的是 在短信中大S还向媒体主动爆料称 自己可能已经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 虽然还没有看医生确定 但是她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并表示这一消息尚未告知 丈夫王小飞和婆婆张兰 不过由于这并不是确切的消息 因此大S的这一行为 也被外界怀疑是为了转移媒体视线 曲线保护小S夫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